首先开启上次制作的进度 牛头人 然后拖一键立 editor 地盘开出来 上次完成到这样,牛角是用Dynamash印生出来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把牛角清掉 好,我想要换成Polymash 3D的方式来制作 所以 需要 处理下牛角的部分,要把它切掉 就是现在这时候呢 本来做出来的,我现在要放弃了 好 放弃物体的 就是应该说切掉了 在gply切掉呢,在笔刷里面 中文输入 你刷里面找到Clip 裁切 好 那他带有圆的或者是 方形的,我现在呢用一条 线条的 好,那他会产生 快速键,就是 Ctrl Shift按着再加Click就可以使用 他会告诉你是这样使用法 好 你就按着Ctrl Shift 游标就会变成这个形态 然后切过去 放开 切掉 好 好,就切掉 那切掉以后会有一些 奇怪的残留物 好,那没关系,我们让他做Dynamage的计算以后 用Smooth 再Dynamage一次 Smooth可以拿掉 原本的牛角的结构就不要了 新的呢 要在 这位置上生成 我们到Subtour 建立一个新的Layer 好 那这边呢,我就建一个PolyMesh3D 目前这个物件在他3D里面,所以我可以选择PolyMesh3D Transband就在里面这一颗 好,在他里面 进到 Editor模式,任何一个都可以 好 那就可以看到 可以把它搬到 哪些位置上的操作 先搬到就是搬到牛角附近吧 好 好 然后呢 点下 这个磁轮 你可以选择 你是用圆锥 还是其他圆柱,其他物件都可以用这来编辑,那我在这边我要选择Res3D 好,那按下Solo模式,这样比较清楚 好 Solo模式之前,先大概雇一下出息 这是可以控制他的角度,不过现在先不要控制这个 先确定出息,确定 Segment 确定第2层的 出息 好,然后 Segment 以及 要不要扭转 然后长度 可以做一下 简单的控制 好 那 然后这里再按一下回去 到这样子是我们要的,就回到Gizmo3D 那我需要放大一些 应该是说 这个出息还要再细一点 第二层的细度 细一点 然后放大 再细一点然后再放大 不然的话呢 等下就太粗 根部太粗没法应用 可以对应一下 大概这个样子 那牛角现在很长 当然你也可以随时Click进到回到Res3D 调整一下 要不要那么长 过来 好 那再Click进来 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些控制的 变形 好,你按弯曲 要Curve Deformer 那在这里我们使用Twist 扭角的结构 看一下要从哪一边扭 这边不错 这个不要动 这个角度会太 变形量太夸张 就不要动这个东西 应该够夸张的一个 结构出来 好,要Solo 看一下 赤轮 好 然后你可以 Accept 接受 不要的话就Reset Accept接受它 按着Shift 因为这样我才可以把它转到 我要的 移动到我要的位置上 这变得有点像美国水牛的脚 好,解开 这个锁定 解开这个锁头 然后用 单轴向的移动 把这个PivotTunner 搬到 脚的根部 因为这样子我们 在锁住以后 我比较好操作 它的 转动的控制 所以我把扭角的方向 调向这边 然后再转下来一点点 好,大概这样吧 好,但是细部可能还要再做 精确一点的调整 不过我们现在就大概这样可以 对称呢 上次我们已经用过了 就是 Planin的 Subtour Master Miro XO镜像 OK 好,那两只牛角就有了 好 关到transference 就这样的结构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 编辑 这两只牛角呢 一样 启动 Geometry Dynamash 面数不用这么高 6 Enter 好,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在这里堆积 让它粗一点 好,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在这里堆积让它粗一点了 好,那是不是很圆没有关系 因为牛角本来就不会是正圆的 样子 好,所以 我们是可以有一些控制的 弹性 雕塑变化弹性 BMV 好,那这个这样转有点麻烦 就是 锁到外走去 不然在控制上跟我们平常的习惯 好,就是3D软体的使用习惯差异比较大会蛮麻烦的 OK 好 好,那再回到 GladeViewUp 我把这里 不行 这个地方的尖端 我们要换成 B Inflat BI N Inflat 然后 我刚忘了开X 那 可能Undo回去很多 OK 那按下 X键 好,有了,左右对秤 然后再打开 64階的 Denumage 好,这一尖端可能要Inflat 让它 粗一点再来做 调整 好 这跟Clade 操作起来其实并不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 如果我现在只是要它的形体改变 这样子就可以用一下 OK 好 那所以 就用这个方式的把牛角补起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 造型上的控制 就是 好,那细节的部分呢,当然就是 DDS Standard 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 可恨 好,那现在这种都是我们都还在 做感觉,所以 不用 很 精确的去做出 感觉 有凹就有凸 OK 好 好 那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 Subtour的东西回到 Subtour 流头的部分 把这个地方补起来啦 我看起来 好,那现在现在还有一点 进行 给大家看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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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应该再出来 那大概修饰一下 但还有很多要调整的地方 所以这个分离大概只要做这种东西 那最后挺多,如果已经掉到更高的面数,比如Dynamash需要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机理 Dynamash开到4阶 就是512左右,256 那我们也许就需要使用Stand bar笔刷 去刷一些 这种皮肤的感觉 这其实要在最后再做,现在做的是太早 没有必要再,我只示范一下 就说最终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让他的身体有毛孔的感觉 那当然还可以再根据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这里不必要spray 这里要改成 frehand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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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哦 is 好,那大概這樣就好了,因為再掉下去也沒完沒了 花鼠沒有改到的樣子 這支花鼠好像沒有改到沒有設定到,好,那所以第一個作業大概就是一張這種圖形 好,那螢幕截圖就可以,那當然你可以用 好,BPRRender 這樣子,不過這樣子有些細節其實不是那麼好看,所以大概這個樣子截圖就可以了